好,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 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第一阶段是科技问答的时间 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替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个礼拜还有两三个题目还没有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题目先 上一次有网友问到我要讲这个系统的故事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故事啦 就是各位知道系统它原来是IC设计公司 它的产品是所谓的晶片组 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Intel的CPU处理器 必须要配备所谓的北桥晶片跟南桥晶片 那么系统科技它就是一个IC设计公司 专门在设计这个北桥晶片跟南桥晶片 然后交给这个联电来代工的公司 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子晶片大缺货 所以这边就谈到了2000年以前 由于网路多媒体还有无线通讯的快速发展 所以机体电路供不应求 结果那个时候造成的晶圆代工厂产能满载 所以IC设计公司的产品上市 常常都会受制在晶圆厂 生产出来的时间要一年以上 各位想想看呢 这个Intel的CPU推出来 你的南培桥就立刻要出来 如果要等到一年才能够这个量产 那显然就要被淘汰掉了 所以呢 因为机体电路的产品生命周期很短 你要等一年才能上市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晶片都被淘汰掉了 所以呢 IC设计公司是不可以过分的依赖晶圆代工厂 更不能只依赖一家晶圆代工厂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 系统那个时候就决定要自己盖晶圆厂 有趣的事情呢 他呢 因为原来是给联电代工的 所以呢 他就盖晶圆厂之后啊 跑去联电啊 去挖角了很多联电的有经验的工程师 这个联电当然就不爽啊 所以后来联电呢 就跑去告这个系统 可是呢 后来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呢 这个各位照晶圆厂 不是你今天开明天就好 那个晶圆代工厂啊 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呢 系统盖晶圆厂 大概前后花了两年 那么2022年 2002年 后来2002年呢 这个晶圆厂盖好了 结果没想到啊 整个半导体产业啊 开始反转 这个产品持续下滑 供过于求 结果呢 传统的晶圆代工厂啊 产能都空着 所以价格呢 不停的跌 这个时候呢 这个系统啊 盖了一个晶圆厂 变成烫手山芋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做晶圆厂啊 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 卡在那个地方 不能做其他的运用 而呢 这个时候 因为产能已经过剩 所以呢 这个联电啊 台积电的代工价格 一直跌 所以你直接给他们代工 还比较便宜 比自己晶圆厂还便宜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就 自建晶圆厂就变得 不需要了 所以呢 后来啊 系统很惨 因为 他这个晶圆厂呢 又被那个联电告 那两个人打官司 结果打了一阵子之后呢 这个系统想一想啊 算了算了 我还是不玩了 后来呢 这个系统科技呢 就把这个晶圆厂 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就卖给联电 然后呢 就跟联电和解 所以这个故事 就告诉大家呢 这个基底电路啊 这个产业 其实它是周期性的 时好时坏 那么 IC设计公司 不盖晶圆厂 就会受制于晶圆厂 而盖了晶圆厂呢 又被这个晶圆厂 高资本支出给拖累 所以也是有点进退两岸啦 所以大概就是 在2000年的时候 系统科技发生的事情 那么再来有网友问 这个EUV 就是极脂外光的 scanner跟track 对先进制程有什么用处 我不太确定 你这个track指的 是不是我们 以前讲的那个track啦 各位记得 这个黄光围影 photolithography呢 它基本上就是在 晶圆的表面呢 涂一层塑胶 叫做光阻 这个我们称为resist 或者叫光刻胶啦 那光阻呢 它本身是一层塑胶 所以你把它涂在 晶圆上的时候呢 需要做一个 所谓的糊布 涂完之后呢 还要做所谓的 软烤跟硬烤 所谓软烤硬烤 就是要加热 让这个 糊布好的这个塑胶 里面的这个溶剂 给挥发掉 这样子呢 这个塑胶就会变硬 这个叫做软烤跟硬烤 那么 第一次烤的时候 因为这个塑胶还是软软的 所以叫软烤 那第二次烤的时候 这个溶剂几乎都被 赶走了 所以呢就变硬了 所以称为硬烤 所以一般呢 我们讲这个track 指的就是这一个 在这个光照曝光之前 必须呢 针对呢 针对这个光阻 先涂在细晶元上 那么涂在细晶元上之后呢 再把这个 晶片 送到这个EUV里面 去做这个scan 所谓scan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是把这个 机子外光EUV扫描 扫描到整个细晶元上 大概是这样 扫完之后呢 这一个晶元呢 还要再回到这个曝光设备 进行高精密度的 显影跟清理的工作 我们一般讲track 指的是这个 所以各位看 这个是艾斯摩尔的设备 这个艾斯摩尔的 这个机子外光设备 它的旁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 所谓的track assistant attached to the EUV scanner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就是 你可能就是 你所谓的track 我在猜 我不是很确定 那在这个TEL这一间公司 就是东京威力科创 他们呢 做的这个track呢 是市占率最高的 他们的这个track 就称为 自动化的光组徒步 就是图光组 spincoater跟显影系统 这个是东京威力科创 TEL他们公司的这个track 那基本上 目前这个track 做的市占率最高的 就是TEL 它这个全名叫做 自动化光组徒步 及显影系统 所以各位看 左边这个就是scanner 就是曝光这个EUV的 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艾斯摩尔的机器 中间这个就是 所谓的track 然后最后才是earstar 所以我猜你指的是这个 就是做这个图部 光组跟显影的这个 再来网友上一次问到这个meta 就是脸书 它的原宇宙 我简单讲 脸书所谓的原宇宙 它事实上概念上 就是各位知道 现在你在脸书上 跟别人交流 你用的是这个滑鼠跟键盘 那么未来 你在这个脸书上 跟朋友交流 就不是滑鼠 不是键盘 你是直接用VRAR的眼镜 戴起这个眼镜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朋友 在这个里面跟你沟通 那么这个是他 为什么投入这么多资源 到这个原宇宙的原因 但是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喜欢简单的东西 我在原宇宙的课程里面 常常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科学家很聪明 天天发明一堆新东西 但是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实际上 不被消费者接受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 大概在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在业界 客户非常喜欢做一个产品 叫做影像电话 那个时候各位要记得 这个手机一个 还是不能上网的 只能打电话的那种手机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 ADSL的频观 大概只有1Mbps 1Mbps的频宽 根本没办法传这个影像电话 然后我们的手机也不可能传影像电话 所以那个时候要专门设计一种机器 然后要配合 频宽比较宽的网路 才能做影像电话 那个时候的厂商 一大堆厂商在做影像电话 而且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说 这个未来只要CPU跑的速度够快 频宽够宽 那么大家天天都会打影像电话 所以这边我就要考考各位了 现在是2023年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频宽够宽了吧 够宽了 我们现在的CPU够快了吧 够快了 我们每一只手机 基本上都可以很容易就打影像电话 对不对 那我要问大家的就是 请问你天天都用影像电话跟朋友聊天吗 答案是没有 不但大家没有用影像电话聊天 甚至我们现在连打电话聊天都很懒 我们现在都怎么跟朋友聊天还记得吗 我们都传LINE 传文字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20年前的科学家觉得 未来大家都是打影像电话 怎么20年后的今天 大部分的人都在传这个简讯 所以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虽然元宇宙 脸书认为说 未来的这个社群平台 不用滑鼠 不用键盘 没有荧幕 用VR眼镜 但是未来我跟各位打赌 真正会用VR眼镜的 还是那少数人 不是没有 是少数人 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觉得滑鼠键盘比较方便 你相信我 未来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元宇宙有它的市场 但是可能没有各位想象的这么大 再来上礼拜网友问到 PC界有一种新的风冷散热系统 称为Full System 它噪音比一般的风扇还要低 而且更轻薄 那么风力更强 而且散热效果更好 用的是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是利用震动的方式 这个称为脉冲射流震动 然后产生强力的气流 然后利用气流把热带走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各位知道一般我们的电脑的风扇 是利用风扇 电风扇把热给带走 电风扇就是让一个叶片不停的旋转 对不对 但是这一家公司叫Full System 它事实上就是用这个材料 加一个电流或电压 我猜是电压 因为我怀疑它用的是压电材料 让这个材料产生高频的震动 高速的震动 就可以取代风扇 把热给传走 各位听我这样讲 觉得有点抽象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它的示意图 各位我们注意到 这个是你的CPU 上面这一个 就是它所谓的Vibrating Membrance 就是一个薄薄的材料 这个材料它是一个机械的结构 然后它加了电压之后 它会快速的震动 当你材料在快速震动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有点类似是这个风扇的效果 就可以把热给带走 那这边呢它有一个影片 影片没有很降细 有没有它说可以做到这个20瓦 而且呢可以是持续性的这个散热 非常安静 而且非常省电 只有8个毫米 就0.8公分 非常薄 它同时有好低组 它同时有好低组 没有使用手机械的轻轻 让手机械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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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确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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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需要把气体冷的空气从这个地方吸进去 从热变成吸热之后变热空气排出来 所以他这个产品实际上就是用来取代风扇的 有没有他还是要靠这个气流把热给带出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比较安静 各位知道这个风扇很讨厌 就是在转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感受到这个notebook一直震动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很讨厌风扇的原因 所以他这个产品我个人认为是蛮聪明的 原理没有什么难 只是非常有创意 用这样的方式 好 我们期待将来的这个notebook不会再有一个风扇 在那边发出那种吵的声音还会震动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所谓的量子电脑 这个清大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清华大学有人破解RSA2048的密码 但是美国的某些人确实有说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RSA 这个RSA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的演算法 它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公开金钥加密 这个是广泛的用在现在的电子商务中 那么它的发明者是这三个人 一个就是R 一个就是S 一个就是A 有没有 所以他们的名字就是这个R跟这个S跟这个A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种加密称为RSA 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 那什么叫做非对称加密呢 事实上意思就是加密跟解密用不同的密码叫非对称 我们使用的自然人评证呢 就是用RSA 这个各位去护证事务所会办一张自然人评证 这个自然人评证里面有两组密码 一组是公开密码打圈圈 一组是私有密码打XX 公开密码就是要公开给全世界知道 没关系 但是这个私有密码呢 是要藏起来不能给人家知道的 那当我们呢 要去国税局申请这个报税资料的时候 这个国税局怎么知道坐在电脑前面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自然人评证放到电脑里面 你的自然人评证就会用你的私有金钥去加密 变成乱码 然后呢再丢给国税局 国税局呢就会拿你的公开金钥解密 如果解的开就代表加密的是你的私有金钥 那么因为私有金钥 你的私有金钥只有你有 所以呢就代表这一个坐在电脑前面的人就是你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演算法的特色就是私有金钥加密 就一定要公开金钥解密 所以这个动作称为公开金钥验证 就是国税局要验证坐在电脑前面的你叫做Alice 那问题来了 这个因为公开金钥大家都有 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公开金钥 问题是拿到公开金钥没有用 因为呢这一种技术最大的特色就是你拿到公开金钥了 你没有办法算出私有金钥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呢科学家发现如果你是用量子电脑 它的原理 这个RSA密码的原理呢 是利用传统电脑对于大数的植音数分解非常的慢 所以呢你拿到Alice的公开金钥 然后要去利用传统电脑算出私有金钥要100年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破解 可是呢量子电脑配合所谓的秀儿演算法 这个秀儿Aggression呢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破解出来 所以呢我只要拿到任何人的公开金钥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算出私有金钥 那一旦私有金钥算出来 那这个密码就废了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定 你只要找到这一做出成熟可用的量子电脑 那么RSA这个演算法就废了 那么各位特别注意是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清华大学 他们破解RSA2048密码的方法不是秀儿演算法 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我没有时间仔细看 因为演算法那个东西真的很扔 我实在是看的头很痛 不过总而言之 他用的跟以前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说法就是量子电脑配合他的演算法 就可以破解 怎么办 不用担心 科学家呢现在呢 最常想到的方法就是把这个RSA演算法给换掉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后量子密码学 各位可以去Google一下这个关键字叫做PQC 这个称为PQC叫后量子密码学 所谓后量子密码学就是专门研究能够抵抗量子电脑的加密演算法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现在的量子电脑呢不成熟 所以呢这个清华大学的科学家虽然提出这个理论 但是实际上呢 现在根本没有一个量子电脑是稳定可行的 因为现在的量子电脑都不可靠 不可靠的意思你简单想就是每一次算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那这种电脑有什么用 对不对 这个量子电脑要变得成熟可靠 至少还要10年的时间 10年以后呢量子电脑真的做得很成熟很可靠的 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RSA演算法不能用了 那怎么办呢 就改用所谓的能够抵抗量子电脑的演算法 这个科学家目前已经在研究了 我认为10年之内呢 就会找到一种演算法是量子电脑无法破解的 所以不用担心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台积电跟日月光的Tugging Node 我不太确定你这个Tugging Node指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先进制程 这个是封装厂 所以我只能说台积电呢 现在慢慢开始在做封装 先进封装 而日月光也在做先进封装 当然日月光的技术比台积电还要弱后 这个很正常啦 因为台积电毕竟是做这个先进制程的 那么 确实这两间公司目前的状况是又竞争又合作 因为台积电的传统封装交给日月光做 但是先进封装他是自己做 所以确实应该是说这个台积电呢 他为了维持竞争力 那么先进封装因为难度高 那日月光呢 技术不如台积电做得到位 所以台积电开始自己在做 那这个部分确实是竞争 那日月光本身也在做先进封装 他也在努力啦 那我相信他还是可以接到一些订单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那么今天网友问的问题 首先就是这一个AEHR这一间公司 那这一间公司呢 我刚刚有大概看了一下 他呢主要是在做这一个半导体测试用的机台 这里面包含Wafer Level 就是晶圆级的测试 Di Level就是一个一个晶片的测试 还有Package Parts 就是充装好以后的这个机体电路的测试 还有System Level就是系统级的测试 就是把它呢做成一个模组 然后去测这个模组的功能 所以这间公司主要是在做测试设备的 像这个是Wafer Level的测试 跟Burn In Burn In就是对这个晶片呢 施加高温跟高电压 让这个晶片不良的产品能够提早故障 这个称为Burn In 这个都是属于测试设备 这个是Di Level的测试跟Burn In的设备 这是封装好之后的测试跟Burn In的设备 再来就是系统级的测试跟Burn In Burn In称为预烧 预烧的意思就是用比较严格的条件 去让这个IC提早故障 那么这间公司都是做测试设备 没错 那么跟第三代半导体有没有关系 而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关系 应该说这间公司的产品 可以拿来测第三代半导体 但是呢 更多应该都是拿来测其他的半导体 你不要一直去想化合物半导体 都要切记 第三代半导体占整个半导体的产值不到5% 所以呢其实它不是那么的重要啦 对这种测试设备来说呢 这个其他的这个半导体反而比较重要 那么这边提到说 它独到的技术可以大幅缩减Burn In Test的时间 这个我可能再找一些资料看看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它可以这个缩短时间 不过所谓的Burn In 就是高温跟高电压去测试这个IC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氢气车不成气候 这个氢燃料电池的原理 各位去看我这一部影片 那有人说氢人员不适用在都会区的这个小车子 比较适用在大卡车啦火车啦船啦飞机 这样说正不正确喔 这样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喔 呃我个人认为飞机不一定 因为飞机毕竟安全性的问题喔 在高空飞的喔 这个用氢气喔 这种比较危险的气体 我认为可能不可行啦喔 但是大可卡车火车跟船呢 还比较有机会 主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氢气的储存跟运送呢 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今天小轿车 我们一般开的这种车呢 用这个氢气来做燃料的话 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容易冲氢喔 可是呢这个大卡车跟火车 它的出发跟目的地呢 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地方 比较居多 所以就比较适合用燃料电池 也比较适合这个氢气的这个 充氢喔 补充喔 所以呢 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喔 那飞机也是啦 只不过因为飞机在天空飞 在上面放这种氢的燃料电池 这个安全性到底怎么样喔 这个我不确定啦 当然理论上也是可以可以啦 如果你的安全性做的好的话 理论上当然可以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座舱晶片喔 各位记得所谓座舱晶片喔 不外乎就是处理器啊 或者是做物联网 因为车子需要联网啦 通讯这一类的晶片喔 那主要讲的是基屏晶片啦 所以呢 这个联发科跟高通这一类手机晶片厂也在布局 这很正常啊 这个联发科跟高通呢 就把手机的晶片 稍微这个 改变一下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座舱晶片喔 这个很合理啊 因为座舱晶片 除了刚刚说的这一种通讯功能之外呢 不外乎就是控制这个车子里面的这一个多媒体播放器啦 或者是这个音响啦 这一类的晶片 或者是导航啦 各位知道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车 或者应该说是电动车 有一些呢是使用Google的作业系统 我们上一次有介绍过对不对 这一台Volvo它上面用的晶片 跑的也是Google的这个Android Auto 各位想想看Android Auto 不就是一个Android的变形吗 那当然高通跟联发科的晶片 拿来跑这个非常合情合理 这个就是所谓的座舱晶片 手机就已经这个成熟啦 已经没有什么成长空间了 当然手机晶片设计公司就要布局这个 这个电动车的这一个座舱晶片 这非常合理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神经网路模型里面的 这个Transformer跟CNN有什么差别 Transformer会不会变成主流 我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在人工智慧的类神经网路 常提到的两个 一个叫做卷积神经网路 这个叫CNN 那CNN呢 它主要是适合用来做照片跟影片的分析 譬如人脸辨识车牌辨识 那么另外一种叫递回神经网路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RNN 这个RNN呢 是一种有记忆力的人工神经网路 它呢 最常改良之后呢 变成所谓的长短期记忆 这个叫LSTN 也有人 另外一种叫做门杂地回单元 叫GRU 那么这一种神经网路 适合用来处理有时间先后顺序 因果关系的人工智慧 譬如自然语言处理啊 犯罪行为分析啊 聊天机器人等等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已经是五年前就在发展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那么后来呢科学家就开始 这个设计其他的模型 那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Transformer 把它翻译成转换器或者变换器 它是一种有自主学习注意机制的 这种深度学习模型 所以实际上它跟刚刚那个CNN RNN都是属于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 它最适合用来做自然语言处理 跟电脑视觉 现在的自然语言处理用的是LSTM 或者叫RNN 那么影像呢适合用CNN 所以呢这个意思在告诉大家 那个Transformer呢 事实上跟这个RNNCNN 就是有竞争关系 那么这个Transformer呢 适合用来做这个自然语言处理 可以把它用在翻译啦 文字摘要的这个任务 而且跟RNN不一样 这个Transformer一次就可以处理 所有输入资料 而不像是这个RNN 它一次只能处理一个单词 所以呢这个Transformer 它是属于一种平行计算 训练的时间会缩短 那么这个Transformer实际上 是由这个Google Brand 这个团队推出的 它就是要来取代这个LSTM 就是长短期记忆 这一种RNN模型 拿来做用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上面的 所以呢这个我以后有机会再看看能不能 再深入来介绍这个Transformer 所以你说会不会是主流 我认为它确实会开始慢慢取代CNN跟RNN 但是会不会是主流呢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人工智慧的进步其实也是一日千里 所以或许它会有一段时间是主流 但是过一阵子或许又有新的技术出来取代它 那网友问到氮化夹跟这个碳化系 我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氮化夹呢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拿来做功率元件 就是电压电流的转换 低电压低电流的转换 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拿来做射频的功率放大器 而这个碳化系的元件呢主要是拿来做高电压的功率元件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是低电压的功率元件 大概是600伏特以下 我说低电压不是很低 是600伏特以下 这个碳化系呢是拿来做600伏特以上的功率元件 另外这个氮化夹除了做功率元件之外呢 还可以拿来做这个射频的功率放大器 大概是这样 那么工艺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各有差异啦 这个两个来说哪一个比较难呢 我认为是碳化系的比较难 因为高电压的元件呢它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相对而言这个氮化夹的元件呢 它是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各位要切记 我讲的是元件 如果你从元件 因为你问我制作工艺 制作工艺就分成元件跟晶圆 大家要记得这个碳化系的这个晶圆是非常难做的 那么因为碳化系的晶圆很难做 所以呢 淡化夹有两种 一种是做功率元件 那个通常是用矽晶圆 那个就比较简单 但是淡化夹拿来做射频元件的 它的基板是碳化系 所以那个也不好做 所以各有各的难处啦 这个部分我这样讲 你可能听不太懂 这个我待会把那个影片贴在下面 大家有兴趣再去看 我有影片的专门在介绍 这一个淡化夹跟碳化系元件 你要把它看完之后 你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待会找一下再给大家 再来为何现在还有单独做封装 单独做测试的公司 不是流行封装测试一起做吗 理论上封装跟测试确实是一起做啦 但是呢 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测试或者封装的流程 有可能还是外包 应该是这么说 但是这个不多了啦 这个stepper跟scanner 我跟各位说 那个晶圆 光照的图形要转移到细晶圆上 那各位知道细晶圆不是一个一个正方形吗 所以stepper就是这个光照呢 一次曝光就可以曝到整个细晶片 我们称为晶力上面 所以呢你曝光的时候 一次曝光就是一个step 然后曝光完之后一个晶力 就往右边移一个 再曝一次就step 所以它的曝光动作就是step by step 所以就称为stepper 布进机 可是这样的做法呢 你的光照要够大 这样才能够一次曝光整个晶片 所以后来呢 科学家就发明了所谓的scanner 因为而且stepper各位记得 因为它的曝光面积比较大 所以它的那个光学元件 必须做到这个亮度非常的uniform 就是非常均匀 这个难度高啦 所以后来呢 就发明所谓scanner scanner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在曝光的时候不是一个step就曝完 它是扫描过去扫完的 这样子呢 它的光学系统就不用做的这么大 而且呢 还可以保持这个均匀度 大概是这个意思 哇 这个问题问得好 再来网友问 过去白牌手机白牌笔电 现在都成泡影 这个没办法啦 因为有品牌的产品越卖越便宜 那白牌的东西 当然就没有什么生存空间 那白牌电动车的MIH有机会吗 这个我这样讲 MIH不是什么白牌电动车 MIH是代工 所以简单的说一定要有大型的品牌厂 来找这个MIH代工 这个MIH才会有机会啦 那你说谁叫做有品牌的大型公司 我不知道 那个MIH得要想办法去跟这些车厂谈 不是做白牌啦 各位想想看哪有什么白牌的汽车啦 谁会去花钱买一个白牌的汽车 汽车是比手机笔电更要求品牌的 对不对 你开宾市跟开BMW 对不对 跟开Toyota那就有差了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白牌电动车啦 MIH也不可能因为白牌电动车成功啦 MIH成功的理由是做有品牌的电动车的代工 MIH联盟有很多公司同质性高 不会有利润分配不一致分裂 我认为不会啦 反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 那你是MIH的供应商 你就想办法让MIH使用你的产品 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是不会有利润不分配的问题 主要还是他能不能接到有品牌的厂商的订单 再来讲Risk-Fi架构渗滲透伺服器 我跟各位说这个Risk-Fi 目前的整个主流的处理器 就三大处理器 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X86架构 就是Intel跟AMD的 第二个主流就是这个ARM 这个ARM现在非常的大 第三个就是Risk-Fi Risk-Fi我跟各位说 一定未来会越做越大 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怀疑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Risk-Fi是2010年才设计的指令集 而ARM跟X86呢 是40年前30年前的旧东西 各位记得一个三四十年前的旧东西 你不管怎么修怎么补怎么改 怎么发展 因为这个处理器的指令集 必须向下相容 所以呢你新的处理器 还得要去支援旧的指令集 这样各位听懂我的意思 那么Risk-Fi呢 是一个新的指令集 它才十年而已 所以代表它里面很多的架构 跟设计的理念都是现代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它一定会持续发展 而且会越做越大 这一点不用怀疑 只不过呢各位特别注意 你要渗透伺服器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伺服器需要的是高效能 所以目前呢主要还是以X86 Intel AMD的处理器为主 再来呢才是ARM的处理器 那为什么会有ARM的生存空间 主要是因为各位记得 ARM想做伺服器的晶片呢 已经想很久啊 笑想很久啊 但是呢一直都不成功 那最近是为什么成功呢 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伺服器大厂 或者应该说云端大厂 像Google啦 Amazon啦 Microsoft啦 都自己开伺服器的晶片 大家想想你想要开伺服器的晶片 你又不想画处理器的设计图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跟人家买设计图 而这个Intel跟AMD没有在卖设计图 所以呢他们没得选 只能用ON的 这样各位听得懂 那你说未来会不会开始用RISC-V呢 我认为会 但是没有那么快 不过呢各位记得 在伺服器的晶片里面呢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处理器 都是拿来做主要的处理器 事实上它有一些是 这个属于比较低阶的控制处理器 譬如说在CPU里面 用来控制周边界面 控制USB 可能会需要一些微控制器 这些微控制器呢就可以用RISC-V 所以RISC-V已经在渗透伺服器的晶片 只不过目前的占比还很小而已 最后这个网友问到联发科 在资料中心的布局状况 这不多啦坦白说不多啦 他们高通也一样啊 高通研发科主要的强项还是在手机晶片 然后转到这个车用晶片 那么因为伺服器的晶片呢 它的特性跟手机 车子里面的晶片不太一样啦 所以这不是他们的强项 台湾重视资安 为什么资安人才薪水不高 我这样说喔 台湾的这个软体工程师的薪水喔 确实是不如硬体 或者应该说不如韧体工程师 这一点我认为是因为台湾长期以来是以代工为主的一个产业架构 所以各位会发现在台湾的电机系的平均薪资是比资工系高的 但是呢在国外不是这样 在国外是资工系的平均薪资是比电机系高的 为什么因为硬体跟韧体都是属于比较低阶的东西 老外是不做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包给台湾做 那台湾的公司都做这种东西 所以当然薪资高工作机会也多 那相反的软体呢 国外是非常重视 但是台湾相对就比较弱一些 这个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资安人员薪资不高的原因 不过我认为这个现象会慢慢改善 台湾的软体人才也会越来越薪资越来越高 这个量子电脑成熟的时间 我跟各位说至少十年了 他主要的问题注意 他现在的问题不是原理的问题 他现在问题是工程的问题 就是原理上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来 但是你工程上要做到 这个条件能够很稳定的生产量产 这个难度非常高 那么世界进入量子电脑时代之后呢 半导体产业会受什么影响 我告诉各位 记得切记 网路上呢有一些人说什么量子电脑出来之后 就会取代传统电脑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量子电脑完全不会取代 对不起这样讲也不对 量子电脑呢 它只会取代一小部分的传统电脑 而且是属于超级电脑那个等级 问题是呢 这个量子电脑在运算之前 资料要先做前处理 那么运算完之后资料还要做后处理 所以呢为了量子电脑你还得开发新的传统电脑去配合量子电脑 所以我简单的结论就是量子电脑出来之后呢 传统的电脑不但不会消失 反而还会增加 可问题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跟各位说台湾的量子电脑是非常落后 台湾的量子电脑不只落后美国啊 还远远落后中国大陆 所以如果台湾的厂商呢 还是对于量子电脑这么反应这么慢的话 那将来真的会很辛苦 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 因为量子电脑成熟之后呢 传统电脑也需要跟上 配合量子电脑做前处理后处理 所以呢我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 或许可以从这个方向切入 因为台湾的量子电脑已经落后了 所以呢这个 现在要去追也不见得追的上 所以我们反而比较适合去做这个 配合量子电脑用的传统电脑 台积电在量子电脑出现新的需求 先进制程能够保持持续优势吗 这个是两件事情 反正台积电根本完全没在做量子电脑 所以就不用谈了 但是呢台积电可能可以去做量子电脑 配合量子电脑的传统电脑 这个就有机会 好我们今天的科技问答先到这边 那么我们今天的科技导读呢 要跟大家介绍第三代半导体 打开应用闸门 那再来就谈这个淡化家对比细机的LDMOS 跟深化家有什么优势 再来我们介绍手机的射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称为包络追踪 它这个技术需要淡化家来支援 另外淡化家在电源管理的性能优势 还有淡化家在设计跟制造面临的技术挑战 中国大陆厂商在淡化家市场的机会 还有碳化系跟淡化家市场同时同步在发展 这个刚好刚刚有人问到这个题目了 实际上这个文章大概就是在讲相关的内容 好我们休息一分钟就开始科技导读 各位有任何科技的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晚安拜拜